KPL最该扣工资的三位解说 导播血压飙升 狼队比赛从此再无三人 为何这样说呢 都知道KPL季后赛胜者组第一战 是重庆狼队4比1了武汉裔StarPro 双方赛前热度高涨 比赛对决也很精彩 但唯独让人最不开眼的就是三位解说 老王 子玲和杜杰 不仅狼粉们急坏了 让所有认识不认识 Fly和向余女友的都错失了一次堪乐子机会 更是KPL流量的损失 因为在双方五局搬选英雄时 导播给到Fly女友兰兰和向余女友无数次镜头 最高在两人面前停留了整整21秒钟 都没能唤醒三位解说的一句话语 难道真的不认识吗 可就算不认识 期间导播先将镜头给到粉丝局的牌子 紧接着给到向余 再转回到兰兰和向余女友的脸上 明显导播是懂粉丝 是懂流量的 毕竟如今KPL热度降得太快 好不容易两位大美女难得一起来现场 小柴哥也发过视频说过 可惜了这场比赛没有瓶子和李久 不然全程配合导播热度 定会拉满直冲热搜 虽然瓶子没上台解说 但台下的瓶子急到抓跑 直言 解说你真的不认识蓝了吗 镜头都出到Fly后脑勺了 解说 你真的不认识蓝了吗 又给 导播 导播你在干嘛呀导播 我给换的镜头给 关于打亚铃或者说亚铃打关于的话 我还给了个Fly的后脑勺 解说 你真的不认识蓝了吗 导播老师已经暗示成这样了 解说就是不说 导播拍一个这个镜头给观众洗 然后拍一个Fly的后脑勺 然后拍一个现场的牌子 然后给了一个项鱼的牌子 然后又给了这个女孩子 说明这个女孩子是项鱼的女朋友 不认识也没关系 导播老师就已经把这个人 是Fly的女朋友写在这个屏幕上了 所以说导播血压飙升 估计再也不想看到这三位解说了 相信狼队的比赛也再无三人 真的是一点都不带配合的 在搞娱乐效果这块 是最该扣工资的 那么对此小伙伴们怎么认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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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